这罗十一娘虽说坐上了正式的位置 可到底还是上不了台面 您才略施手段 她就退去了 是食物者为俊杰 她倒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我打理徐家上下这么久 岂是她能够轻易动摇的 姨娘如今虽执掌中愧 可终究名不正言不顺 日后若那庶女站稳了脚 还是个隐患 不如趁姨娘现在大权在握 乘胜追击 张妈妈可有什么办法 二夫人无心操耻家事 五夫人不屑打理事务 只有那庶女 可以跟姨娘相争 所以 有些事一开始 就得立下个明目来 来 这是银杨做的桂花酥 让我带来给您尝尝先 这还想着我这老婆子呀 这乔姨娘可真是周大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我听说这次的赎锦是极好的 等分到我们家姨娘手里 就不知道啊还剩些什么货色了 好吃 周妈妈 妈 你说这么久以来 我们家姨娘掌管了家里的上上下下 这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不是 是是是 是是是 可这夫人一进门 什么好东西 都没有我们姨娘的份了 真替我们家姨娘委屈啊 这说得也是 这乔姨娘出身 那岂是寻常人比得了她 再说这乔姨娘面善心慈的 这府里上下 哪个不说得好啊 听说侯爷 有些日子没上夫人那儿去了 这才过门几天啊 倒是你家乔姨娘 深得太夫人的青睐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那这书琴 跟你家姨娘说 这事啊 包在我身上 好 来 我看看 我看看 夫人 夫人 海妈妈 这些是什么呀 是御次的赎锦 周妈妈刚派人送过来的 赎锦 我看看 这 这 这不对呀 我在侯府这么些年 还没见过有人敢往夫人房里送这一等货色 这不是夫人的分力 这不是夫人的分力 嗯 好呀 夫人 这侯爷才不来几天 他们就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 这件事啊 关系到夫人的身份地位 咱们寸步都不能让 嗯 我得去找周妈妈 看他到底安的什么心 唐妈妈 别去了 无需为这等小事与人争执 夫人 夫人您是不知道啊 这些人哪 惯是欺软怕硬的 您这第一次要是妥协了 这 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 再者说了 这伦理刚长 尊卑有序 岂能容得了他们随意造词 我得去找他去 夫人 我觉得陶妈妈说得对 得让他们知道 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 你以为那些管事妈妈 有这么大胆子啊 不过是听人吩咐罢了 难道是太夫人 太夫人才不会操心这些小事呢 如今执掌中愧的 是乔姨娘 乔姨娘 是她的话就更应该闹一闹 当面一套 背地一套 她本是名门嫡女 现在又伪身为妾 想来也是可怜之人 更何况我也不在乎这些 随她去吧 夫人 好啦 真巧啊 省得我去找你了 陶姐姐有何指教啊 有何指教 你心里没点数吗 把夫人的书锦交出来 书 书锦 我不是 差人给您送过去了吗 您送的那是什么货色 我那可是按规矩做事 你要是觉得我哪儿做得不对 你到当家那儿够我去啊 我去乔姨娘那儿告你 你当我傻呀 你们老子勾结好的 你可真逗啊 你挣着个姨娘 就要跟夫人叫拔 我看你就是个不明理的老糊涂 你骂谁呢 我骂你呢 我告诉你 有些人 也就是表面上热了吧 谁还不知道呀 说不定哪天就凉了 你说谁凉了 我今天 我今天就现在你凉了 我出手 小姨娘 你可得为老奴做主啊 就这婆子 她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打我 你你你看看把我给打的 你看看 你这是恶人先告证 你看看给我做主啊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吗 简直是 若人人都以为自己有礼 便可以出手伤人 这天下 岂不大乱 谁先动的手 她 就她 大家都看见了 我还没开始打呢 聚众闹事 惹事生非 林家法处置 来人 将陶妈妈 仗则二十 不是 你你这件分明就是针对于我 你公报私仇你 你以为这样 大家就能信奉于你吗 你你连我们夫人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 你别看你现在执掌中愧 成就不了 若夫人想要中愧之权 只管让她来找我 何必让你这个疯活子在这儿放话 你目中无人 以下犯上 再打是仗 给我打 你 住手 啊 嗯 嗯